美女街头被撞衣服被扯破不慎曝光男子这举动被骂。 在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善良的人,在泰国就发生了一件乐于助人的事情。 有一个女孩儿在过马路的时候不慎被汽车撞到躺在了地上不能动弹。 有一名男子过路恰好看到了这场车祸全过程,她看到这名漂亮的女孩穿着短裙躺在地上,由于车祸远兵把她的短裙扯掉了,女孩儿露出了大腿下身不慎曝光,现场气氛很尴尬,由于女孩长的时尚又年轻又漂亮,没以会就围上来了一大堆围观群众。 好心男子健壮,连忙脱下自己的外套,挡住这名女孩的下身,为其遮羞,但是男子的举动却惹怒了一些围观群众,有些群众竟然破口大骂,说这名男子多管仙事。 该名男子也恼羞成怒,他说,要是地上躺住的是你的妻子,你们会这么做吗?现场的一些群众瞬间满脸通红。 然后该名男子打了报警电话,知道把这个女子送上救护车才默默离开。 这名男子做了好事竟然还遭到别人的破口大骂,感觉心里很委屈,但是他说,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,还会继续乐于主人。 我们以这名行为审视的男子点个赞吧。